BET EQT Are You Ready? 那小馬現在手上這一雙呢 就是現在來跟大家介紹的 這個EQT Support Future BET聯名的這個黑白配的這個鞋款 那這支鞋款呢 上一部影片已經有稍微講一下了 這個他們的BET的設計的概念 就是以這個醫生在手術室裡面 人體的這個結構骨頭的形式 去做的這個設計感覺 那我們馬上廢話不多說 來看一下整雙鞋子的感覺到底是怎樣 其實這一雙BET聯名的937啊 他們也是非常特別的一個鞋款 因為呢 這款也是他們重新設計過的這個937 我們把鞋帶鬆掉好了 我們可以看到最明顯的差異在哪裡 最明顯的差異就是他整個鞋舌 就是他整個開口的部分變成一體成型的 有沒有 他一體成型的 非常的酷非常的酷 來我們看一下他這一體成型的開口 等一下小馬來比對一下給大家知道一下 那小馬現在拿之前出過的這個937的這個鞋款給大家看一下 最大的特色就是 他的鞋舌開口呢 是這個左邊的部分 外側的部分 他是做分離的 有沒有 他的這個開口是可以移動的 那在這個BET聯名的這一款 你可以看到 他的開口呢 一體成型的設計 非常的帥 那這一體成型的設計呢 其實小馬非常喜歡 因為呢 在你穿著之後 你的鞋舌 鞋帶口這邊 就不會移動 因為這個937這個 一般的這個鞋款 你如果沒有把鞋帶綁緊的話 你的鞋舌這邊很容易就這樣翹起來 穿起來就稍微有一點不是很好看 但是在這一體成型的這個形式上面 完全不用擔心你的鞋開口這邊會翹來翹去 還是怎樣的 因為呢 他就完全的固定住了 所以呢 小馬覺得這雙鞋子 非常非常的棒 而且他整個配色上面有非常的好看 那我們來給大家看一下 他這邊側邊呢 跟上一部影片介紹到的是一樣的 他們自行設計的塑膠網格布的這個支撐架 那這支撐架呢 一樣這邊是開三個口 我們可以看到他這邊 那一樣有這種三槓的形式在這上面 因為他這個就是維持他original的這種精神 那我們看一下他的這個支撐架的這個 上面的這個紅色的這個抽繩 他這是一樣是沒辦法移動的 這抽繩是沒辦法移動的 都是固定住黏持的 那支撐架後面呢 這個就是鞋帶的上面的最後一個開口 那鞋帶最上面的這個鞋帶孔 那這邊呢是用這個塑膠的 那這邊主要的材質就是塑膠的部分 後跟這邊一樣也是用塑膠的 所以呢這一次呢並不是使用皮革材質 那是用塑膠材質 好我們來看一下鞋帶 鞋帶呢首先呢原始附贈的呢 是一個黑色系的這個反光源頭鞋帶 反光的原鞋帶 那鞋帶頭一樣有著這個 Adidas跟這個BET的這個Logo在上面 然後還有附贈一組全黑的鞋帶 那這全黑的鞋帶呢 上面一樣有著這個鞋帶頭 都是有這個鮮明打樣的 那我們再看一下鞋舌 鞋舌 黑色系的這個鞋舌就變得比較明顯 Original然後配上這個橘色的 橘紅色的孔 還有這個BET的 美國店鋪BET的這個名稱 那我們看一下後面呢 一樣有這個Consultium的 握手聯名圖案 還有它的這個EQT的這個鞋帶扣 它這是用黑色的這個金屬鞋帶扣 上面印的這個Support的這個橘紅色的這個字樣 其實主要的顏色就是紅色橘紅色 以及一點點的白色 就是它這雙鞋子的三個顏色在配在這上面 然後我們可以看一下它這特別的地方是什麼 我們把它這個鞋襯給抽出來 鞋襯長這樣子 然後有包著一個白色的襯子 好我們從這個角度可以看到它裡面有沒有 原始這邊是一個黑色的這個龍直布 是它內襯的部分 那我們可以看到它黑色龍直布 往這個角度往前一點 有看到白色的部分對不對 它其實裡面全部都是像這樣子白色的部分 這個角度可以看一下 白色的部分這是什麼 其實剛剛我們看到那個白色的部分 它裡面整體全部都是這樣黑白的這個交叉的編織裡面 它其實算是有兩層 第一層是上面這個黑色 下面那一層是白色的 所以它是兩層的這個Priming的PK編織在這一個鞋子上面 那白色的部分呢就是我們的反光支線 所以呢這雙鞋子 等一下可以給大家看一下它反光的效果 我們先看一下它的這個紋路 我們可以稍微看一下它的紋路啊 可以像這樣子的感覺 它有沒有它這樣子上來的 它等一下我們的反光效果 它的整雙鞋子是反光的 它是會有這種上來的這種亮度在上面 那這雙鞋子不會夜光 但是它是會反光的 所以呢一黑一白呢它有它的這個特別的地方 這雙黑色的會反光 白色的那一雙會夜光 所以這個BET聯名的其實用料真的是非常棒 都用了非常棒的這個編織的這個紗線在上面 那這後跟的部分長這樣子的 它的這個龍直布 它有這種亮度的光澤在上面 那一樣有這個拉環 拉環在上面呢就是一個我們的這個鞋款 那我們給大家看一下它的這個夜光的樣子 好我們現在來看一下它的這個3M的反光效果 剛剛小馬口誤講成夜光了 這是3M的反光 現在我們在這個燈光有照射到 它的在黑暗中照射到之後 它會有這種3M反光可以看到 它這樣子一條這樣子上來的 這就是小馬前面提到它裡面的白色紗線有沒有 你看它都是長的這樣子往上斜上來的 所以你才可以在這種黑暗中被照射到燈光之後 看到它這個樣子 看一下它其實這邊也都還有喔 它這樣子炫上來的這個線條 那這整體的感覺就像小馬前面提到的 他們的BET聯名的這個概念 就是人體的骨骼 這樣子感覺真的還蠻像人體的骨骼有沒有 來我們再看一下剛剛沒有提到的這個鞋墊的部分 它的這個鞋墊 裡面可以看到一隻腳是三葉草的LOGO 一隻腳就是我們BET的這個聯名 上面還有這些Consultium的這個圖案 那它的質料呢是這個皮質的鞋墊 所以還蠻舒適的這個皮質鞋墊 然後我們可以看一下 那我們看一下LOGO部分是有壓剛硬的 蠻有質感的這個鞋墊 另一隻腳 很帥氣的一款鞋子 那這就是這雙鞋子的3M反光效果 那我們馬上來看一下這雙上腳之後的樣子 那現在小馬來為他示範這一雙BET聯名的 Support Future這款鞋狂 我們看一下上腳之後的感覺 為了讓你們可以看得比較清楚一點 小馬把褲管捲起來 讓你們看一下它的這個上腳之後的感覺 那這一雙的版型呢小馬選擇正常尺碼 不過呢如果你的腳比較寬一點呢 我會建議你可以選擇大半號 它的這個穿鎖起來會更舒適一點 因為這個9317這個鞋款 基本上它的版型一樣是屬於有一點點小窄的 所以你如果腳板比較寬 真的要大半號穿會比較舒適 那我們看一下它的這個 反光的效果 反光的效果還蠻帥氣的 看得到 可能看不太清楚 但是我們可以給大家看一下 在沒有反光情況下的這個感覺 那我們看一下它的側面 它側面這個紅色的這個線條 還蠻帥的 支撐架上面這個紅色的鞋帶綁帶 然後它的後跟 它的後跟 一樣是非常的有味道 然後鞋子內側 鞋子內側的感覺 那這一雙呢真的是 非常酷 在一些反光效果之後呢 這個鞋面的感覺會更漂亮 那我們再看一下它的近距離 給你們看一下這個鞋帶扣 金屬鞋帶扣 還有它的這個鞋帶 然後這個鞋帶 所以是這個樣子 當然這個9317的舒適度 小花就不用來多說了 穿過人都知道這個就是 會懷孕的一雙鞋款 因為真的是太舒服了 9317的這個鞋款真的是太舒服了 超級肥厚的Booster 那以上這兩雙球鞋介紹呢 就是小馬來跟大家分享的這個EQT 這個來自美國球鞋店鋪BET 跟這個愛迪達的Consultium 這一次的這個聯名組合系列R&D 那以這個人體的骨頭結構去做設計的這個感覺 那這雙是我們黑色的EQT的Support Future 那這雙是我們9316全白的這個鞋款 都是來自EQT的系列鞋子 如果你喜歡小馬今天介紹的這個影片 請記得在右上角點一個喜歡的按鈕 然後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我是小馬 我們下次見